接著我們示範腰痛的翻身 我們首先把單手放在肚子上 先把翻身以後 會在上方的那隻手放在肚子上 身體從頭到腳保持筆直 我們可以這麼說 現在要幫你翻身囉 請先把一隻手放在肚子上 接著我們要將膝蓋立起來 照顧著手撐住 照顧著年長者膝蓋下方往上抬 將膝蓋立起來 我們可以這麼說 現在要幫你把兩條腿的膝蓋立起來囉 接著照顧者將手肘貼在年長者大腿的側面 注意不要扭轉年長者的腰部 照顧者自手肘以下的前手臂 確實貼著老人家的大腿 我們可以這麼說 接下來要幫你把身體翻過來喔 請注意 要同時扳動肩膀和大腿 否則會扭轉年長者的腰部而造成疼痛 我們可以這麼說 我們向正面翻過來吧 此時同時扳動肩膀和大腿 完成翻身動作 如果年長者完成翻身動作後 仍然抱怨疼痛的話 我們可以利用枕頭或者靠墊 在兩個膝蓋中間增加一個支撐 避免大腿的重量造成腰部的旋轉 扭轉而引起疼痛 關於長輩腰痛的翻身 我們千萬要記得不可以指伏長輩的膝蓋 請問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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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